9月24号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活动新闻中心 在北京举办第一场专题集体采访 阅兵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作战局副局长蔡志军介绍 此次阅兵活动按阅兵式分裂式两个步骤进行 时长约80分钟 在阅兵式分裂式开场的重点环节 精心设计标兵就位 吹奏号角 报告致敬等仪式 营造国之大典的浓厚氛围 运用直升机编组字样 飞机喷拉采烟 空地旗子展示等形式 寓意在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 坚强领导下 新中国建设发展走过的 70年辉煌历程 人民军队现代化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据悉 这次阅兵编59个方队和联合军业团 总规模约1.5万人 各行飞机160余架 装备580台 是近几次阅兵中规模最大的一次 阅兵将安排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和战略支援部队部分新型武器装备受阅 集中展示70年来 国防科技工业发展水平和军队建设巨大变化 全部国产 现役装备 这主要包括其中部分中国军队的部分新型装备 参与装备 它可以集中展现中国军队联合作战装备体系的构成 也可以比较充分地体现 我国国防科研的自主创新能力 有分析人士认为 这次阅兵参与的新型武器装备 将进一步扩大增强中国军事力量的打击和侦察范围 让美国航母更难以靠近中国军事势力范围 国防部新闻局局长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对此作出回应 他表示 这次阅兵展示新型武器装备 不是在秀肌肉 如果说中国军队展示武器装备 那就是秀肌肉 如果说不展示 那就是不透明 那么我觉得对付这种逻辑最好的办法 就是坚定不移地做好自己的事情 70年来中国军队的发展壮大 有目共睹 我们既没有意图 更没有必要 通过阅兵来秀肌肉 近日国庆阅兵进行了空中梯队方阵演练 很多民众在朋友圈刷屏转发了演练视频 对于这样的场景 吴谦现场主动提到一个故事 以此讲述新中国70年来发生的巨变 70年前在开国大典的阅兵式上 当时我们的飞机不够 只有17架 周总理说 飞机不够 我们就飞两遍 70年 弹指一挥间 新时代的中国 早已是山河无恙 国富兵强 我们的飞机 也再也不用飞 第二遍 我想 此时此刻 我们足以 告慰先烈 这盛事 如您所愿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